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听众朋友刚刚所收听的这首歌曲 是陈珊妮所演唱的恐怖鼓 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几家餐厅 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美食 首先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全台北市目前最红 我觉得不应该讲全台北市 应该是讲全国 目前最红的一家牛排馆 它有了中文翻译 中文翻译叫做 史密斯和瓦伦斯基 听众朋友听我这样讲一定笑翻了 就史密斯和瓦伦斯基 这家来自美国的牛排馆 在十月的时候他们要办一个餐会 我那天被邀请 就我那天被邀请去试菜的时候 我一开始我还蛮惊讶的 惊讶的原因是因为这家牛排馆从今年 我记得它是今年五月开张对不对 我记得它从今年五月开幕之后呢 这家牛排馆没有冷场过 然后甚至于呢 这个牛排馆里面有一些 比如说像是一些外场经理 他们在刚开幕的时候 大家都不敢接电话 都躲着 躲着的原因是因为 连熟悉的人打电话给它 他们都不敢接 因为呢大家都想要定位 都抢破头 挤破头 那那天呢 去史密斯和瓦伦斯基 这家牛排馆试菜的时候 它在微风南山 47楼是不是 微风南山的47楼 还是45楼 我已经忘记了 应该是47楼 我那天去的时候发现 这个牛排馆还是满的 那我就不懂它干嘛要办餐会 对我来讲 等于是它是现在最红最红的 一家牛排馆 那听众朋友 容我给大家复习一下 因为呢 这个牛排馆呢 很有名 我记得在早期那个时候 台湾还没有引进干事 熟成牛排的时候 美国肉鞋 美国肉鞋带了一批记者 包括我在内 然后还带了一批厨师 还带了一批厨师 从美国东岸一路吃到西岸 美国东岸一路吃到西岸 然后其中呢 就包括这家干事牛排店 非常有名的干事牛排店 它其实不是老店 它不是老店 那我记得那一年呢 去到了Smith & Walensky 在芝加哥的分店吧 这个应该不知道 是不是它的发迹店 应该是它的发迹店 它有一个好大的熟成室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干事熟成牛肉 进去之后 人家就讲说 好像挂满了尸体 因为它都是透过那个抽风扇 然后里面呢 湿度很高 然后温度蛮低的 然后都是那种干燥的 或许现在大家看到 干事熟成牛排已经不会害怕了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就觉得很惊恐 惊恐的原因是因为 里面有黑黑的 每块肉都黑黑的 都干巴巴的 都干巴巴 然后呢 也就是那个时候呢 回来之后呢 新华饭店隔年就出了巴菲特牛排 然后呢 陆陆续续台湾呢 就开始了有了 干事熟成牛排的风潮 那所以呢 听众朋友现在呢 如果爱吃牛排的人 去到牛排店 你现在就有两种选择 一个就是世事熟成 一个就是干事熟成 就是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应该是将近十年 还不到十年前 所引进的 而且 Smith & Walensky 这家牛排馆 有它的代表性 那之后呢 看到了 穿着恶魔的 穿着Prada的恶魔 在电影里面 也出现了 这个品牌的牛排 可是它的下场很惨 它的下场是呢 女主角要拿去 给梅丽史翠普吃 梅丽史翠普 你知道哼着鼻子说 谁要吃那个玩意儿 整块牛排被摔进了 那个洗手台里面 可是呢 大家呢 对于这块牛排 就会把它连结成为一种 叫做什么恶魔牛排 就很多人会讲 那所以呢 大家知道这个牛排馆 是干式牛排建厂 那天呢 他们就说 他们要举办一个餐会 我就想不懂 他们生意这么好 干嘛要办餐会呢 原来呢 他们很新往 大家在吃牛排的时候呢 要有一些概念 这个概念呢 是跟酒 跟酒有关的概念 在我们超级美食家呢 跟大家推广美食 跟大家介绍美食 也是一样 会告诉大家说呢 在吃一些部分食物的时候 你会发现 酒其实不是酒 酒其实是一种调味料 增加这食物风味 一个调味料 可是即使是这样子 我们还是要讲景语 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未满18岁 勤募饮酒 全部都要适可而止 那天呢 他们呢 他们的试酒师 他们的试酒师呢 很厉害 他们呢 挑选 从百大 从百大 就是排名 因为大家知道 爱喝酒的人 他们其实会追逐 几个指标 会追逐几个指标 其中有一个指标呢 就是葡萄酒观察家 葡萄酒观察家 这一本权威性的杂志 他们每年都会选出 一百支 一百支的好酒 而且呢 每年呢 也都会给一些 有卖酒的餐厅 给他评价 就比如说给他评价 那呢 2019年 Smith and Walensky 在台北的这家餐厅 拿到了一颗星的评价 他们本来说 他们大概可以拿到两颗星 然后呢 所以呢 他们就趁这个机会 就把葡萄酒观察家 在2019选出的一百支酒里面 挑选出几支 适合牛排套餐的酒 推出了一个非常 对我来讲 因为如果酒价不算钱的话 对我来讲 我觉得是CP值 CP值偏高的一个 美酒 美酒美食套餐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跟大家分享品味 因为要聊的是酒 休息一下再回来哦 你不是吃牛排吗 对啊 可是主要是酒啊 好第二段哦 六分钟 三 二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即将在十月 他们十月才要推出 十月 Smith & Walensky 牛排馆 甘世熟成牛排馆 他们所推出来的 推出来的美酒美食套餐 很独特 那天呢 跑去试菜 跑去试菜的时候呢 其实整个牛排馆 也都是人山人海 人好多 然后我一直很喜欢 这家牛排馆的几个位置 因为他们有几个位置呢 有一种像是 半碗形的沙发椅 然后可以看 外面的一个夜景 我自己其实都很喜欢那一区啦 可是从来没有坐过那一区 因为那一区很热门 那一区我看都是客板 那天坐在包厢里面 好啦 跟大家聊一下 美景 美酒 跟美食 我自己跑餐饮跑很久了 可是呢 我自己并不觉得我自己懂酒啦 很多人呢 会拿出好酒跟我分享 然后我在喝好酒的时候 我自己有一种乌龟吃大麦的感觉 因为我并不会对于酒里面 大家所形容的一些风味物质的感受这么强烈 我一开始会觉得可能是我不够用功 之后发现大部分的人都一样 我发现大部分人都一样 只有少部分的人 他的味觉其实很敏锐 比如说可以捕捉红酒里面 因为大部分的人应该还是就是要做功课 比如说是什么样的葡萄 经过什么样的程序酿造出来的这个酒 它有带有什么样的特质 我发现大部分喜欢喝酒的人 他们都会做功课 可是呢 酒的功课我做的很少 可是我喜欢什么 我喜欢试酒师说给我听 这就是为什么呢 听众朋友如果很爱 很喜欢 很偏好这个葡萄酒的话 你一定要有几个餐厅 然后要跟试酒师的感情很好 因为呢 有些试酒师呢 他们自己会透过他名类的味觉跟味蕾 来跟你分享 分享这支酒的风味 然后再跟你分享这支酒搭了餐之后 它的变化 因为你这样学习就很快很快 那天呢 在Smithson的Walensky呢 就是透过试酒师 试酒师呢 这个套餐里面 试酒师选了五支酒 这就是为什么我讲说 它的CP值偏高的原因 这五支酒呢 都是葡萄酒观察家 在2019选出的百大酒款 其中有一支呢 排名蛮高的 其中有一支的排名 它我记得是第九名 可是我那天差一点喝不到这支第九名的酒 因为呢 第九名呢 它搭配的是鲑鱼排 听众朋友 去Smithson的Walensky你会点鲑鱼排吗 我想不会 所以一开始呢 等于是一开始呢 菜单丢出来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三条线 因为呢排名最高的是第九名嘛 对不对 而且这次呢 应该是讲说试酒师选出来的酒 排名最高的是第九 排名最低的是52名 52名 或许用排名的高低 来搭配餐呢 有一点点太矫情啦 可是不管怎么样 既然我是葡萄酒观察家 选出来的百大 当然名次要喝越高越好 所以那天我在点主菜的时候 我想了很久 我最后还是选羊排啦 羊排搭配的是什么 羊排搭配 羊排跟甘质熟成纽约克 搭配的都是第33名的酒 可是那天我要告诉大家 有一个人喝到第九名的酒 就是美食家叶宜兰 叶宜兰那天坐我旁边 当他选鲑鱼排的时候 我就问叶宜兰 我说怎么会有人来牛排馆 选鲑鱼排 虽然那个酒很挣扎 就没有想到叶宜兰的想法跟我一样 他说因为我想喝第九名的酒啊 我想要喝 就是排名比较前面的酒 所以他选了鲑鱼排 可是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我并没有想到在Smith & Walensky的这家牛排馆里面 他们所做的鲑鱼排非常的好吃 因为它的鲑鱼排很大很厚 它有多大呢 它很像我们在菜市场买的板豆腐两块 并在一起那么大 差不多那么大 而且呢厚度呢大概有超过三公分吧 那所以它的鲑鱼排呢 用的是一种生食等级的鲑鱼 它只有外面 外面煎熟 里面是生的 所以那天呢宜兰呢 分了我一口 制 就是这种制煎 就外面炙烧一下的这个鲑鱼排 这个鲑鱼排肉非常的甜 等于是外面一点点熟 里面几乎是生的 可是生的有温度 并不是冰凉凉的这样子的感觉 搭配这个第九名 第九名的这个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岛 分数是96分 第九名的这支红酒 我忽然间有一种感觉 因为我曾经去过西西里岛 也曾经逛过西西里岛的这个酒庄 去拜访酒庄 我发现这个火山岩地形 所培育出来的这个葡萄 在酿成的这个葡萄酒 有一个独特的风味 喝起来其实你以为它会很甜 其实不是 它的丹宁其实很强烈 所以在搭配这个鲑鱼排的时候 非常有风格 我觉得很佩服这个市酒师 市酒师 Tony 这个市酒师呢 应该很快就要去国外 去参加市酒师大师了 市酒师大师比赛 去年他拿到第四名 希望他今年有更好的成绩 那这个Tony呢 搭配这个酒呢 就会觉得搭配的很棒 然后还有就是呢 在这次在这个百大的这个酒单里面呢 有一些酒已经就比如说他得奖 他公布得奖的那个年份已经没有了 所以他又退而求其次 是隔年的年份 隔年的年份 那呢 如果今天非常讲究喝酒的人 或许就跟我讲说 那就不是了 那就不是了 其实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点到为止 最重要的是这个市酒师会很清楚的描述 在酒在口腔里的感觉 然后你可以瞬间捕捉 瞬间捕捉 那样子的风味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同瞬间捕捉 我有的时候捕捉得到 有的时候捕捉不到 休息一下再回来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来跟大家分享 Smith & Walensky在10月的时候 要推出的美景美食美酒的一个餐会 而且这个餐呢 必须要预定 因为呢 这些酒 那天呢 市酒师Tony有讲 这些酒呢 如果用完了之后 他也会换酒 会换酒 然后还有 那天我问一下Tony 因为台湾人呢 其实对于葡萄酒 实在是太喜爱了 像早期呢 大家会追逐一些 比如说像是 非常著名的这个品酒师 还是说 大家会追逐 现在所讲的这个葡萄酒观察家 这些杂志 他们每年所公布的百大名酒 大家都会跟着喝 甚至于呢 在日本漫画神之拿 在风行的时候 大家是拿着漫画去找酒 大家是拿着漫画去找酒 那因为这个风气呢 一直都没有改变 就像这次呢 在讲这个葡萄酒观察家 他们所公布的这个 100支得奖的葡萄酒的时候呢 有的呢 几乎是被抢购一空吧 然后呢 有的几乎是有航无事 就比如说他很难找到 很难寻找 那所以他在做这个参大酒的时候 是有一些限制 他们其实是有一些限制 那所以我个人觉得 其实搭的不错 而且还蛮努力 最重要的是 Smith & Walensky 实在太难定位了 实在太难定位 我现在看到一个东西 我现在才有看到 就比如说从10月开始的时候 他每天只有限量8套了 每天只有限量8套了 他其实现在就开始接受报名了 对啊 好奇怪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牛排馆实在太抢手了 可是他会这样做是好的 大家可以透过几个专家来 导音你的味蕾 那天呢 给大家念一下菜单 那天的第一道菜是烟熏海力 烟熏海力佐鱼子酱 然后呢 还有肥肝 肥肝冷派 冷的 这个是冷的 这个压干 压干派 然后呢 还有一个干式熟成压胸 干式熟成的压胸 味道非常好 做得极佳 然后呢 它就是主菜 主菜我刚才讲有鲑鱼排 然后还有干式熟成纽约克 然后还有羔羊排 那天我选了羔羊排 保师傅选了干式熟成纽约克 8盎司的 最后的甜点是羊乳酪水果糖 我要先介绍一下 因为这家餐厅其实是美式餐厅 所以呢 餐点的分量都很大 即使他们这次推出套餐 把餐点的分量缩小了 他们自己讲缩小了 我觉得也缩不小 可是呢 这样吃起来还是很饱 那所以最重要的是 因为它搭了五支酒 在这里面的料理里面呢 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 肥肝冷派 应该是说这个压干 做的好像是生的 其实它不是生压干 然后呢 有一种 堆堆的动状 它甚至于呢 还把番茄 番茄弄碎之后 吊起来 然后取这个番茄的这种 一点点红红 就一点点粉红 几乎是没有的这种汁液 把它拿来作为一个jelly 一个果冻状 来搭配这个肥压干 来搭配这个肥压干 里面呢 最重要呢 它其实做了一个培根酱 我都觉得这个培根酱呢 很像美国人做XO酱 很像美国人做的XO酱 怎么说呢 因为它把培根呢 煎得很恰恰恰 然后还调了很多香料进去 主要呢 其实是迷迭香 迷迭香在里面 所以呢 当你咬到 咬到这个培根酱的时候 嘴巴会爆香 可是这个香呢 是外国人 外国人 外国西餐的一个香味 并不是我们的油葱酥 老师既然也不是XO酱 你只是咀嚼起来 有XO酱的这种feel 这种氛围 然后呢 其次呢 我自己也蛮喜欢 它的干式熟成压胸 刚刚有讲这家餐厅厉害的技术就是干式熟成 他们在美国 美国他们自己有直接合作的这个牧场 他们在台湾也有熟成试 我记得早期那个时候 我来试吃 我来试菜 我就发现它的牛肉的熟成度不够 不够 不够是什么意思 不够就是它的风味 比如说熟成之后的这个风味 有乳肉味 有乳酪味 有红酒味 有一些发酵的风味并没有很足 可是那天呢 吃了它的干式熟成压胸 也偷吃了宝师傅的纽约克 8盎司的这个纽约克的干式熟成 就发现它们的风味是越做越好 就是它的这个干式熟成的味道很浓郁 不但浓郁 而且非常的鲜明 非常的鲜明 在这里推荐给听众朋友 就如果你今天想要 吃一顿好的牛排 有好的服务 甚至于呢 有百分之百非常契合的餐打酒 然后还有就是 当你吃完了这个餐打酒之后 你还可以跟朋友宣传说 我喝了葡萄酒观察家 所评选出来的第几名的酒 对不对 因为这都是得奖酒 就等于是在这个餐会里面 都可以获得满足 都可以获得满足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酒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这个酒的感觉 很难形容 非常难以形容 可是我那天呢 喝了它这一支 就比如说喝了它这支 搭配牛排跟羊排 牛排羊排是同一支酒 我搭配了这支排名33名 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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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 法国 波尔多的这支酒的时候呢 我就会觉得 哇 它的丹宁好细腻哦 而且呢 它有很强烈的玫瑰花香 也有黑醋力的感觉 就比如说 这些味道我都有捕捉到 或许搞不好呢 听众朋友在喝这个红排酒的时候 舌头比 王润瑶还敏锐 可以捕捉到更多东西 好 那所以在搭餐的时候 你的感受就会越舒服 因为通常他们的搭配 不是互补 好 就是好朋友 BuddyBuddy 就是同一个group 那所以呢 给大家推荐一下 好 除了Smith and Walensky 这家非常红的牛排馆 在十月的时候 推出了这个名酒 还有美景美酒 还有美食 像这样子很难得的套餐之外呢 那天 有一天 保识副的学生玉山 那天是礼拜六 就说要带我们去听爵士乐 不知道 我觉得我已经 保识副已经脱离了谈恋爱 很久很久的感觉 虽然每天都很甜蜜 可是呢 在晚上 尤其那天约的是 八点半 就等于是晚上 晚上说要带我们去听爵士乐 我本来那天 白天的时候 我都跟保识副说 我说那江湖今天要几点睡觉 老人家都把这样 对不对 老人家都是时间到了就要睡觉 然后保识副就在一直笑 一直笑的原因是因为 保识副本来就是爵士乐的爱好者 听到呢 他的徒弟 他的爱徒 玉山呢 要带我们去听爵士乐的时候呢 他是很high 那我就跟保识副说 你要弄清楚 我是陪你去哦 我说因为我老实讲 我从小到大 我都对音乐一窍不通 而且我不会看简朴 好我觉得 小的时候在读书 有几堂课我非常痛苦 其中一堂课是家政课 另外一堂就是音乐课 好 音乐课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你会看简朴吗 不行 我刚刚对你前面有一句话 我不认了 你说时间到了就要睡觉 你是几点睡觉 哈哈哈哈 你倒是早睡的人 你骗人 哈哈哈哈 可是我是在家里 前面看电视 standby要睡觉的情绪啊 不 那个是不一样的 跟在外面肥累 时间到了 我不相信 跟在外面肥累 肥累到12点 回来 那感觉是不一样 哈哈哈哈 好好两段哦 好来 来 三 二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 王瑞瑶 刚刚在广告的时候 我们家气质立文 提出抗议的声音 因为我们家气质立文 都知道我都很晚才睡觉 他就说 你哪里有很早睡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比如说在外面 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玩到了凌晨才回家 跟在家里 坐在电视机前面 轻轻松松 一直等着要睡觉的时间 其实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你认同吗 立文 立文说他不认同 好啦 那天呢 玉山呢 就说呢 要带我们去听爵士乐 而且呢 跟我们约的是晚上八点半 好 我其实内心就有 很奇怪的想法 我说 不用吃晚饭吗 还是说 等于是一整天都没事 然后就等到晚上八点半 要去听爵士乐 而且呢 他传来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呢 我也觉得好奇怪 这个地址是在国家音乐厅附近 一开始 因为保师傅 保师傅其实是一个路痴啦 可是我们家保师傅很可爱 他虽然是路痴 可是走到哪里 他都想直路 我就问他说 到底我们约在哪里呢 他说就在国家音乐厅附近吧 他传来一个地址 那我们就坐计程车 到了之后才发现 原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 叫做戏台酒馆 这个戏台酒馆 其实是在国家音乐厅的里面 在它的一楼 而且呢 很有趣的是呢 应该是说时间的关系 我们那天到的时候 是八点半还是九点半 应该是八点半 我们那天到的时候 没有哦 九点半哦 因为我就觉得那天好晚才出门 然后呢 因为等于是国家音乐厅的 有一个门已经完全封闭了 走不进去 所以你要绕到国家音乐厅的正面 还不能走上楼梯哦 因为你是要去他的一楼 才可以进到这个戏台酒馆 然后我就看到 玉山他们夫妻两个人 他们实在很妙 他们为了要邀请我们去听爵士乐 他们呢 也不敢开车 八点半 他跟我约八点半 他们也不敢开车 因为大家都想要喝酒 然后呢 进到这个餐厅之后呢 有一点怪怪的啦 因为这个餐厅的外面 就是一个优雅银店嘛 然后你并不觉得在这个音乐厅里面 我记得早期 在中正纪念堂 应该也是国家音乐厅 福华饭店曾经进驻过 那个应该是三十年前 而且福华饭店进驻的时候呢 就是卖自助餐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福华饭店 很多人跑去那个地方 吃福华饭店的自助餐 是因为他们供应一种 一种虾子 这个虾子呢 等于是水煮而已 白煮而已 然后这个虾子的脚这边 都抱了很多绿绿的软 我还记得 因为我还为了这个新闻 还跑去采访 大家都冲着这个虾子去 所以我已经很久很久 对于国家音乐厅那边的 吃食跟餐饮 老实讲 因为没有在注意 我不觉得那个 有蛮重要的感觉 可是那天呢 我们跑去这个 这个国家音乐厅一楼 因为这地址听起来也怪怪的 反正就是你 反正你就是走大门啦 走大门进去之后 就是右手边啦 然后就是音乐厅 音乐厅正门 正门这个地方 就来到这个戏台酒馆 就发现说 其实很好玩 因为呢 它这个戏台酒馆里面呢 有一些布置 这些布置呢 跟戏曲有关 然后呢 它其实没有舞台 没有舞台 可是呢 却有三个人 三个人呢 一个是打鼓 鼓手 一个是在弹低音大提琴 另外一个是弹钢琴 三个人里面呢 有两位都是外国人 他们就在这个餐厅的一语 就是一个地方 开始在调音啊 在干嘛 然后呢 我跟玉山 还有跟保师傅 还有跟玉山的先生 我们找到一个 还不错的位置 就是比较面对 这三位表演者 比较正面的地方 那我也稍微 环视了这个餐厅 这个餐厅其实 不小 不小 然后这个餐厅呢 甚至还有设计一些 就是两个人坐的 这个位置 比较高的位置 因为我们在听音乐 听到一半的时候 发现 怎么旁边有一个人头冒出来 因为他的那个设计 座椅的设计 怎么有两个人头冒出来 原来那边就是两人区 两人区的圆桌 还蛮舒服的 我不知道在台北市的都会里面 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的一个地方 那因为玉山他们夫妻呢 应该是讲说 他们也很爱听爵士 保师傅也很爱 我刚刚有跟听众朋友 报告的是说 我对于音乐 一窍不通 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音乐老师都叫我们看简朴 我简朴什么都看不懂 连蝌蚪都看不懂 不要讲说是简朴 升什么高什么 然后要暂停什么 我其实都不懂 就跟家政课一样 我小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呢 被家政老师戳破一件事 就是呢 在上课的时候 家政老师教我们打毛线 我的那个毛线针 都一直掉在地上 都发出哐嚷的声音 很响 学校的地板嘛 都一直哐嚷哐嚷发出声音 因为我不会钻 就比如说我不会 我不会打毛线 可是呢 等到要教作品的时候呢 我的作品非常的完美 家政老师呢 就把我叫去 就问我说这是谁打的 我也够老实的 我说这我妈妈打的 因为他会发现一个经常 你知道就是连 连这个勾针都拿不好的学生 怎么可能打出两片 非常漂亮的这个茶杯垫 任谁都不相信就是了 我只是交差了事 我那时候刚嫁给保师傅的时候呢 我发现保师傅呢 家里买了很多音响 我们搬了几次家之后 也特别为那个12个 我自己其实不会想 就比如说12个这个箱子 量身订做了一些架子 所以我知道保师傅是爱音乐 可是我自己很怕吵 保师傅在还没有娶我之前 每天晚上都要听音乐才能入睡 因为娶了我之后呢 我就嫌吵 我就叫他不准 就不准这么吵 可是我觉得夫妻之间就是这样子啦 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 要给他一点空间 因为有一段时间 他很喜欢一边看电视 还一边听音响 我也认同 就比如说好 你开心就好 就我还可以忍耐 我还可以忍耐 可是呢那天呢 去听了爵士乐 而且呢是我第一次 算是我第一次听这种 非常缓慢的爵士乐 非常缓慢 而不是 而不是大家印象中 很黑人的那种爵士乐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在台北的都会区 在晚上 尤其是在weekend的时候 有一个这样子 情调的一个地方 玉山他们夫妻两个人很用心啦 因为他们也很喜欢听这种现场演奏 他们告诉我一个讯息 他说呢 他们想要听这种现场演奏 几乎是没有 我忽然间想到我们中广有一个主持人是陈安 听众朋友有听陈安的广播吗 在礼拜天的时候 陈安呢也是唱爵士乐出名 我有一次参加了一个餐会 是陈子昂的餐会 陈子昂跟陈安他们做了联手 一个做菜 一个有名的师傅做菜 然后陈安就唱歌 我忽然间想到说 我最近一次听到爵士乐 而且也是这种非常慵懒风情的爵士乐 其实就是陈安唱歌给我听 不知道陈安现在在哪里唱歌呢 我不知道 搞不好有很多人 很喜欢这样子的爵士乐 可是并不知道要在哪里才听得到 至少我知道现在 在戏台酒馆里面有 至于陈安 我先问一下 再跟大家分享资讯 我们先休息一下这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有Google 陈安都没有表演 我就想要问他 我想要叫玉珊他们夫妻去听 我查都没有 没有东西 好 最后一段七分钟哦 好来 好来 三 二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那天呢 去了中正纪念堂的音乐厅 国家音乐厅 才知道原来这个国家音乐厅 他们在餐食 餐饮这个部分 有一些是我不知道的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戏台酒馆 比如说呢 他们还有一家餐厅 这个餐厅好像是今年 今年他们找了阳明山上 一家非常有名叫做山顶餐厅 来这里开分店 山顶餐厅呢 做的是江浙菜 做的是江浙菜 那我就再跟玉珊夫妻他们讲说 我们下次可以吃完江浙菜 再来听爵士乐 因为稍微上网Google了一下 才发现呢 有爵士演奏并不是每一天 有演唱不是每一天 只有礼拜五礼拜六跟礼拜天 而且本来玉珊他们夫妻跟我们约的是礼拜五 可是因为礼拜五那天我有事 所以呢改约礼拜六 才发现原来他们坚持要约礼拜五的原因 是因为礼拜五 他们做了一个像大师致敬 类似的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爵士的演奏跟演唱 等于是他们那一天只会唱 一个人 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爵士乐手的所有的歌曲 我们礼拜六也是一样 我刚刚有跟听众朋友讲 因为我对爵士乐没有很熟 礼拜五的那一场 连宝师傅都知道他是谁 就比如说讲出了这个人的名字 所有的爵士乐迷都很想要听他的歌 可是呢礼拜六的这一场 搞不好就没有那么有名 就没有那么有名 所以等于是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详细 就去FB搜寻 我发现他们FB就是这家餐厅 叫做戏台酒馆的这家餐厅 他们的FB上面的资讯蛮充分 很充分 对我来讲听音乐当然很舒服 可以看到鼓手在玩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三个人 虽然都是共同在演奏爵士 会发现在弹这个低音大提琴的人 有一点困 可是我要讲三个人的慵然都正常 越爵士越白就很慵懒 然后呢在最左边的这个鼓手很认真 这个鼓手连表情都有戏 而且呢发现了鼓手打鼓的 不一定是鼓棒 就不一定是你认识的这种木头的鼓棒 他甚至还拿出了一个像是打蛋器 我不知道可以这样形容吗 就是他拿出来了一个像是刷子吧 就是前面而且是金属的 就比如说有好几根 因为他就等于是在刷鼓的表面 造成了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打鼓的声音 而且他打鼓很温柔 他甚至还拿出了那种唱国具 唱国具不是都有拔吗 就是有一个铜 铜做的一个拔 也是一个乐器 然后呢另外呢 你这样敲下去 有一个布包 比如说他虽然也是一个木棍 可他前面是用布包起来的一个头 打下去有一个顿顿的声音 他还拿出了那一支 我都快笑翻了 我想说奇怪 他怎么 怎么给西这么多呢 就比如说这个 这个爵士 打这个爵士乐的这个鼓手 他的这个工具好多 然后之后 经过介绍才知道这个鼓手 在礼拜五的时候 他会演唱哦 他不但会打鼓 他还会演唱 很有趣 很有趣的一个组合 可是难道只有听爵士乐那么简单吗 当然不是啦 爱吃的老师娘 当然也要有食物 好 这家呢 这家餐厅在白天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正常餐厅 因为他卖一些意大利菜 好 我其实还弄不清楚 就是这家餐厅是不是 是否为其他意大利餐厅的分店 我还没有弄清楚 可是在晚上的时候呢 他们呢 把部分的菜肴留下来 作为一种开胃菜 而且呢 他们自己提供了 我觉得价格蛮便宜的红酒跟白酒 好 然后在询问 比如说在询问服务生的时候 服务生呢 也会给你很中肯的建议 比如说呢 他会问你要喝白喝红 然后呢 他会告诉你 你喜不喜欢拽 还是比较喜欢圆润 比较喜欢甜味 好啦 喝了酒之后 要讲景语了 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未满18岁 勤募饮酒 还有最重要的是 喝酒 不要 好搭啦 没有要灌醉自己的意图 喝酒其实要达到一个程度 这个程度就是围醺 围醺的程度 其实永远都是最舒服的 永远都是最舒服的 好 跟大家介绍 我在中正纪念堂 因为保师傅的爱徒御山 而挖到宝 好 跟大家介绍那天呢 晚上的提供的菜 其实不多 我们只有一道菜 没有点而已 那道菜叫提拉米苏 我们没有点 其他都点了 好 我们点了炸薯条 我们点了剥皮辣椒 炒蛤蜊 副面包 还点了酥炸广岛生蠔 还点了公保风味炸鸡 还有意识生活怼拼盘 我觉得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这个遗憾就是 这个意大利餐厅居然没有起司 没有起司盘 也没有所谓的这种 很多起司的选择 可是呢 这些所谓的下酒菜 吃起来都非常舒服 因为那天呢 是主要是为了听音乐 所以吃东西呢 并没有狼吞虎咽 其中有一个公保风味炸鸡 我觉得吃起来 比较像是韩式炸鸡的做法 比较像是韩式炸鸡的做法 然后最受欢迎的是 意识生活腿拼盘 因为总觉得在喝 我们那天选的是红酒 总觉得在选红酒的时候呢 要有一个比较重味道 咸味道来做鸭底 会很合适 这个呢 也是玉山的先生阿贤 他很爱的味道 他这个意识生活腿拼盘呢 我觉得他的那个Posciutto 就是他的这个生活腿 还蛮新鲜的 而且吃起来很甜 味道很甜 然后呢 剥皮辣椒炒蛤蜊 的这道菜呢 我觉得剥皮辣椒没有很明显 还有我觉得蛤蜊的鲜度 有一点点差强人意 可是因为它这个汁很多 所以沾面包吃呢 而且它是奶酱 沾面包吃呢 很好吃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炸薯条 这个炸薯条呢 它居然淋上了一点 松露油的风味 那所以呢 整体来讲 有这样子的空间 你看我都咽口水了 就比如说有这样子的空间 有这样子的环境 有这样子的餐食 它的餐食也不算贵 会让人家觉得 在这个都市里面 有一个慵懒的感觉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 会不会还这么有情调了 就是在 我们在休假的时候 还是说 我们在寻找夜晚 或许大家会讲说 我要有夜店的地方 因为我脑袋里在想 夜晚比较热闹的 应该就是东区 还是说夜晚比较热闹 在早期会集中在安和路上 可是并不知道 在国家音乐厅里面 也有一个这样子的环境 我不知道大家在 假期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找一个 让自己感到很舒服 完全放松的地方 只有两个小时 我们只待了两个小时 八点半 九点半 十点半 因为他 你知道他其实也要关门了 就是只花了一个 这么少的时光 然后呢 舒舒服服 吃了一些宵夜点心 然后呢 全身放松 迎接 有可能是迎接下一个假期 有可能是迎接另外 紧接着而来的工作 都让大家开心 我是王瑞瑶 超级美食家 明天 跟大家 中午 再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拜拜 嗨